欣语移动内容多元化 只要拿起手机 就能够让祝福流动 将福音传送给家人和朋友 快点来数一数这个QR Code 下载最新推出的欣语移动Apps 免费拿迎新礼品吧 他移民加拿大 虽然在无犯罪纪录 拿到有犯罪纪录 但是他也让我过来 工作比以前辛苦 香港我们专制波箱 做Diagnosis 做N子问题 来到天天都换车 天天都换油 辛苦得不得了 自己开车房 很奇妙 我的客人有时多到 总之是从哪里来的 在加拿大居住 很多人都会自己开车出入 汽车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 不可以缺少的交通工具 所以汽车维修 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业 香港土生土长的邱玉明 在2011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之前 已经有二十多年 维修汽车的工作经业 来到多伦多 要在车房工作 就要重新考牌 但是对汽车维修有丰富经业的 幽浮明来说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因为他的英语能力只有小学程度 所以成为考牌的一个极大障碍 在这个时候 他只能靠自己相信的耶稣基督去面对 第一次胖了 我就在想 还考不考呢 有一天灵修 我就跟神说 神啊怎么样啊 然后我就很记得一幅图画就是 彼得就在那个湖边那里洗望 因为耶稣钉了十字架 就是完全好像很失望 接着我就问上帝 上帝啊 我弄了这么多年车 我很清楚 我弄车的生涯是你给我的 如果是你叫我从此退出这个弄车的 我可以的 但是我不想谋谋言 因为考不了这个牌去丢你的面 接着我就再报 报那个考试的时候 竟然有日子给我选 我刚刚选我生日的那一天 不得已 原来他可以带翻译的 那么今次我就申请带我的女儿去 那么当然了 考试之前我也都很努力 我要闭关一个月 那么我就不停在那里看 不停在那里做题目 我心情很平静 因为我已经将所有的东西交了给上帝 考完之后 隔了没多久收到封信 刚刚合格 哇我收到之后就很开心 接着邱玉明就是一间车房工作 不过和以前在香港的工作 就有很大的分别 香港的我们专制波箱 做diagnosis 弄那些engine问题 弄那些电脑的问题 哇来到呢 天天都换车 天天都换油 辛苦到不得了 到了2013年 邱玉明开了自己的车房 很奇妙 我的客户有时多到不知在哪里来 另外还有一件事 就是2019年 虽然政府 剪掉了 每两年的肺气测试 他开始 公布这件事的时候 我很不开心 因为是会直接影响我的生意额 差不多一半 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 9月底的时候公布的 在10月初突然之间 有一间车行 无端端找我去做车 刚刚好10月底的买单 那条数据 就等于我平时的肺气测试的收入 这一间车行的出现 是给了一个标记我 这个标记告诉我 上帝跟我一起 又很奇妙 在施肺气测试公布之前 天赋又让我考到一个D纳牌 除了整车之外 我也有些做买买车的生意 可以舒缓到我一些体力劳动上的东西 还有一件事就是发现 整车是一个渠道 去接触一些不同的人 特别是一些香港过来的师傅 以及一些客人 从接触客人的经验 令邮毓鸣思考 怎样可以将工作做得更好 逢星期三的上午 就去一间教会帮忙一个汽车维修班 有一个学生 有辆车找我补胎 第二次补胎后 刀楼第三次来了 邮Sir 你又说你整车整了三十多年 你补胎也补不了 听完之后 我几晚睡不着 我又跟天父说 天父 为何你每天都在做车车呢 这不是我想做的事 有没有什么大一点的工作 有些挑战 继续经历的时候 天父又让我看到一件事 从他的角度看 是的 真的 你补胎补得不好 你就学习如何补好一点 我不会说因为收你那十二十元 我去看少这个工作 那些客人看到我 是很努力去做一个工作 他发现这些挑战 或者有时候有些不开心的事 来到的时候 都是好的 那我们想想 怎样可以再去做好一点 去荣耀上帝 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次见一个客人 每一次帮人做一个车 甚至每换一次油 都是代表耶稣基督去服侍人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去做好一部车 你想想那个图画 不会弱于你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去爱一个人 去爱上帝 原来在我们的工作上 我们是完全可以服侍我们的轮舍 服侍主耶稣 现在邱玉明很愿意等候神的引领 去做前面的工作 我不想用我以前三十多年 营运一间车房的经验 放在前面 我就想完全完全地放下 看看上帝要我这间车房 是继续做大一点 继续像现在这样 还是收拾了它 我不知道 我现在都在等候 其实我的心是想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例如早前有位弟兄 他过来多伦多讲见证 我们在香港都是做一些鞭签的工作 那时我在香港那里有十年的时间 在一间 基督教机构的车房里面帮忙 做一个管理的角色 就请了一些白烟仔 然后有一部分是戒完读回来的 那个弟兄就说了一句话 哇 我的心很甜 说中了自己想做的东西 他就说 不如第二天有机会在多伦多 我戒完读的年轻我给你 你帮我做培训 我听到之后 就OK了 放在上帝那里 看看上帝怎样做 不要想太多 如果上帝有机会 要我做一些培训的 我随时ready在那里 但如果上帝说 不是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 不要想了 又欲明愿意参与培训边缘青少年 是与他少年时候 在香港的经历有关 他成长在一个草根家庭 父母为了工作 不能够给很多时间照顾他 和其他兄弟姐妹 在中二那一年 他被赶出校 转到一间私立中学 勉强完成中三课程 之后就去了一间车房 学汽车维修 初初什么都学不到 但是自己学到一样东西 就是叫车门那些 在1986年的时候 就和一个朋友仔 就很大胆地去试试 自己的伎俩 是否真的能开到车门 谁知道真的能开到的 一开就开了七架车 其实是纯粹是小孩 825开了车门进去 找别人的散门那些 这样玩一下 很快就有警察来了 接着就被警察抓了 最记得上法庭的时候 有一些不开心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以前很好朋友的 竟然大家互相在那里 你对我我对你 把责任互相卸博 希望刑罚减轻一点 那一次最主要是守行为 过了那件事之后 都想脱离以前那些坏的朋友 有一天就经过一间教会 在星期日 看见到很多人走出来 就很开心的 那我就不太明白 为什么那些人这么开心的呢 之后我就记起 就在小学里面 有一个小学同学 他是回教会的 那我就叫他 那他拉尾就带了我 回主一学那些 那些 接着隔聪母基罗 11月11日 1987年 那一晚呢 参加巴洛报道大会 当晚呢 最感动我的地方呢 就是 牧师说到神的爱 那我突然间脑里面 就有两幅图画 就是浮现了出来 第一幅呢 就是我爸爸和我说 阿明仔 你知不知道 你妈妈呢 差点有两次 就是被车车死了 因为呢 要去警局保释你 接着之后呢 又有一幅图画呢 就是 耶稣的爱是为我死的 那这两幅图画加起来的时候呢 那我就在那里 联想到就是 我妈妈 就是差点为我死 但是耶稣呢 就是为了我死 那时真的忍不住 那一刻我就举了手 决志 神很特别 那就是 当晚有一位陪谭员 那他呢 就是一个 工业团体的一个弟兄 之后呢 就带了他回去 那我就在那个工业的 团体里面成长 因为好天衣无缝 因为我们是南岭的人 如果去一些 就是文质彬彬的群体呢 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成长 在教会 邮玉明认识了他太太 邮太不介意邮玉明的过去 在城里面呢 都是新人来的嘛 大家猜出去说 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你以后分开 或者吵架 不要因为这些东西 去分开 对于邮玉明来说 金钱是最大的诱惑 在90年代初 有公司用接近四倍的人工 请他去中国维修汽车 但是他没有去到 我当时就已经答应了别人了 甚至就已经遞了辞职信 有一天晚上我就去外家吃饭 外父捉了我进去房间 捉了我老婆进去 她说 阿明你一定不可以上大陆 你一上大陆 你的家就会散的 然后我老婆当时就 眼淋淋地望着我 第二天 胆粗粗地走到精灵室 找到一封辞职信 和我同期的一些师兄弟 有些有家庭的也有 有些没有家庭单身上去的也有 到最后 婚姻里面也有一些缺失 其实那一刻 看到神是保守我们一家 借着我外父 虽然经历过神的保守 但是邱玉明不是一下子就彻底改变 而是在不同的经历里 渐渐成长 之后 跟弟兄出来开了一间车房 整车 差不多在同期上下 跟一个鼓滑仔 一起合作一间车行 很多时候内心都有些挣扎 例如一个例子 当那个车行要开箱的时候 要我去装住香 我太太那天都在 她叫我不要装 但是在那个群体的压力里面 不装不行 你不装住香 你不是他们的拍当 那天没办法装住香 那天真是很不安乐 明明是一个属上帝的人 你都走去插住香 那种味道 也试过一次 就是帝兄那间车房很忙 那间车货有时有些车 我们没有空弄的 他有一辆车赶 我跟他做不到 我只顾着弄我们的车 有一天 就是星期六下午 他们那边 我们有些伙计在那里 有个伙计打电话给我 他说明明 大哥就说过来掃墙 因为你只顾着弄你的车 不搅择他的车 我听完电话之后 第一件事 安顿这边的弟兄 就说有人来掃墙 马上收拾东西 整班弟兄 又过了去对面一间茶当 我们远远就在那里 看回那间车房 有个弟兄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明 为什么你会和这些人一起合作 这句话也是很窩心的 为什么我信了耶稣的人 为什么我还和那些鼓劃仔 一起合作搞车行 就是有时信了耶稣的人 有时候有些位置 就是被世界在拔 你太激烈去反对 或者去弓 就是说不对 大家的感情会知道 因为我只可以在里面 为他祈祷 求神去给他一个机会 带领他 让他能够真正回忆 求神去爱他 不要放弃他 而且有些事发生的时候 就不要怀怨 就是不要去施杀他 大家一起不面对 一起去跟过 一起去祈祷 还有还有一次 这一次是对自己的熟灵生命 影响都挺大的 有一个出来走的人找我整车 大家有些议员上的冲突 一手打了我一巴掌 接着我就很生气 我打电话去报警 接着他就立刻走了 接着我去警察 又去验伤 验完伤之后 警察跟我说 你不要搞了 你又没有表面伤痕 你去告他也不能搞 心里面很不舒服 我从正常的渠道去做生意 有人打了我一巴掌 我用正常的渠道去追他 不能追 那就没办法了 不追了 我开始以为这件事放下了 又很奇妙的 有一幕就是 我的大仔打了满月 那晚呢 刚好呢 就在那间酒楼里面 被我看到 那天打我一巴掌的人 我即时的反应 就是打电话给我 跟我合作的那个古画仔 跟他说 哇 那天打我那个人在 接着他说了一句 他说 阿明 你开声就可以了 我的人立刻来 五分钟左右 你要不要 接着那一刻呢 我就看回 我太太坐的桌子 我见到我女儿 见到我爸爸 见到整个家人都很开心 我说如果说一句 我要的话 我想我这个家就可能没有了 接着我就跟他说 不用了 算了 算了 接着那晚回到家 又在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不是有些东西还没放下呢 接着那晚韦在祈祷 就求神帮忙 我真的搞不定 我不知道怎么搞 好像很复杂 本来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 但是 又好像又不是全部属于他 很辛苦 这样就祈祷 又很奇妙 隔了不太久 那间车行 就慢慢慢慢慢慢 和我分开 又不需要我赔钱给他 他也没有买我的股份 慢慢慢慢慢慢淡然地分开了 之后呢 就剩下一间车房 然后又很奇妙 就有一间基督教的机构 就走过来找我 他说 他需要一个人 就在那间车房里面 帮忙做管理的 那间车房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培训一帮 曾经犯过事 或者吃过白粉 吸过毒的年轻人 希望靠他靠车之余 亦都希望将个信仰给过他 他都问过我三次 争扎的位置就是不捨得 其实因为那间车房是在赚钱的 第一桶金 第二桶金 我都在那间车房找回来 如果我收拾了他的时候 我走进去 其实就真的 好像什么都没有 又在那里想 就是他们那些 那些年轻人 正正是走过我以前走过的路 有些事情不是一改 就立即改 其实是一个过程 就好像我在87年信耶稣 但是在信了耶稣之后 都有很多位都是反反复复 起起跌跌的 到最后第三次 我就决定 收拾了一间车房 去他们那间机构帮忙 其实是想将自己的经历 和他们一起分享 因为我常常鼓励年轻人 就是 其实你进行整车 离不开两条路 第一 你就是给点心思读书 读读读读 另外一条路 就给点心思存钱 将来开车房做老板 在这十年里 很多小孩 如果他继续留在这儿 就是完成训练的话 很多都自己出来开车房 又玉明说 培训的工作虽然有成功感 但是也有经历挫败的时候 因为有一次 我带着个小孩 就沿着崇拜 我就在公园那里玩 突然间收到一个电话 就是机构的董事打来 他说 你知不知道 有个弟兄 他死了 他在自己的车房烧炭死 其实这个弟兄 他以前在戒独村 戒独村 戒独村 接着就进来我们机构 又完成了整车的训练 之后 就留在这间机构 做了一段时间 之后他就自己出去开车房 但是他遇到一些问题 可能没有人留意到 又或者他没有跟别人分享 接着就自己选择了 就烧炭死在车房里面 他最需要人的时候 我们不在他身边 又或者我们 可能没有很认真地跟他说 你最需要的时候 你直接找耶稣 那他就自己选择了 烧炭死了 那这个是 有时候都会觉得自己是挺失败的 纵然有挫败 又欲明仍然看到神的引领 在移民的事上 看到神奇妙的工作 跟人的看来 是不可能会过来的 因为我们都问过 一两个移民顾问 第一个其实挺搞笑的 他就当着我和我太太的面 就说如果我要移民过来 就要在香港搞离婚 那就等太太过来先 接着我就过来和她结婚 那我就可以全家过来 那当时太太一听到的时候 就立刻拒绝 好像不是神的心 如果神说 我们不应该过来 我就不过来 我们真的不想走这一条路 因为在信仰里面 这件事是不可以的 在我们自己的婚姻观里面 也不可能 我们祈祷求求神 让我们知道 不行就不行 那之后也都委托了一位移民的顾问 我就直接把我的事 一五一十告诉他 他都说 你尽管试一下 照入字 那个领事馆 就叫我们补回文件 就是在某年某月某日之前 几多点钟之前 一定要送到的 其实那一天 我们不可能会送到的 因为我们叫了一些速递 帮我们送 但是他也送不到 但是那一天 我们真的走不开 我找了女儿去 女儿在速递的地方 拿了一些文件 去到领事馆 但是领事馆又很有趣 她说不是人都给入的 一定要一些速递员才给入 女儿去到门口很旷徨 很旷徨很旷徨 她就找到一个速递员 就请她免费拿进去 那就OK搞定了 那就很奇妙了 入了纸 然后很多东西就OK 还有 虽然在一个无犯罪记录 拿到是有犯罪记录的 但是她都给我过来 那就相信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我的案底 是不止一次的 虽然邱玉明 经历过神奇妙的引领 但是生命仍然徘徊在 起起跌跌之间 直到最近 她在飞机上看到一部电影 令她立定心志 远离罪恶 一部电影 她叫《无奸道》 里面有两个角色 一个就是 警察里面有个古画仔 古画仔里面有个警察 看完那部电影之后 自己的感受很深 在自己的信主的历程上上落落 反反覆覆 很多时候自己都是 好像里面那两个角色 在古画仔里面 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基督徒 在基督徒里面 自己就好像一个古画仔 那一晚我 我就心里很大的感动 我就在神面前立志 我不想再做古画仔 即是无论在基督徒里面 又或者在古画仔里面 我要真真正正立做一个人 很奇妙一件事 我立志后 由那日到今日 我每天都有灵修 我发现这半年 真的心境很不同 车房没有变到 见的人没有变到 但好像每个东西都静了 《圣经》上有一句话 他说话是这样 他说你的财宝放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裏 这句话我觉得对Kent 在他的转变上很适用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他的财宝就是赚钱 钱就是最重要 但是我所见到今天的Kent 他的财宝不是钱 他的财宝是将神放在心里 神就是他的自保 我想大概是这股力量 一个很大的动力 他能够可以仰望直前 刚强壮胆的 去服侍他周边的人 真是感谢天父 我是一个不配的人 有时我自己这么反复 上帝也这么有耐性等我 我希望我能够做到 他要我想做的事 出身于基层的邱玉明 因为偷车而留有案底 自从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生命遇到过不少挣扎 同时也经历过神奇妙的引领 现在他立志远离罪恶 愿意按住神的心意 希望透过车房的生意 为神工作服务别人 谢谢大家收看欣语之声 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节目 欢迎打来我们的热线电话 31064444 或者浏览我们的节目网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